一中天 中华史 作者 一中天 新革命遇到了老问题 刘邦称帝以后 秦就正式变成了汉 以前是秦朝 秦代 秦帝国 现在是汉朝 汉代 汉帝国 二者之间的四年半 无名称 名称是项羽弄丢的 不弄丢也不可能 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山东豪杰并起王秦 天下并不是哪一家的 只不过项羽仗着自己实力雄厚 霸王硬上宫 主持了他们的坐地分赃 可惜 楚霸王并非周天子 楚怀王就更不是 所以这时的天下便不能叫楚 别人不同意 项羽自己也不愿意 他不管怀王叫楚地 就是正名 大家都心怀鬼胎 也只好不伦不类 于是 一个假皇帝加一群山带王 便构成了秦王以后的局面 结果 天下乱作一团 这个负责 岂能重蹈 何况刘邦原本就跟项羽不同 他当然是汉帝 他的天下也当然是汉天下 但刘邦又不同于嬴政 嬴政的天下确实是秦的 没谁能跟他分摊 他当然可以废封建 行俊宪 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 刘邦也可以吗 不能 因为天下不是他一家的 也不是他们这一个方面军 单独打下来的 赵王张敖 燕王张徒 齐王韩信 韩王韩信 战国时期韩湘王孙 以下称韩王信 已区别于此刻的齐王韩信 淮南王英部 衡山王吴锐 都早已称王或封王 没封的彭月正等着封 也不能爽月 但问题是 郡县制或帝国制是大势所趋 谁要是逆历史潮流而行 就叫反动 反动是没有好下场的 事实上 刘邦也更喜欢郡县制 想当年 雍王张涵 赛王司马兴 敌王董毅 河南王申阳 殷王司马昂和卫王卫报的地盘 便都被他改为郡县 现在难道要改回去 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 刘邦面临着抉择 周治还是秦治 邦国还是帝国 封建还是郡县 新革命遇到了老问题 然而判断的标准却也简单 那就是首先考虑如何安定天下 稳定人心 最好还能通过制度的安排 奠定长治久安的基础 这是每个新政权都要面对的大问题 周公鸡蛋想过 秦王嬴政也想过 现在轮到刘邦 刘邦的选择余地却不大 该封的王国必须封 该设的郡县还得设 也只能先封建后郡县 半封建半郡县 于是刘邦宣布 赵王张敖 燕王赃图 淮南王英部 原封不动 只有王贤没有地盘的韩王信 仍为韩王 都扬敌 封魏相国彭越为梁王 都定陶 喜恒山王吴锐为长沙王 都临乡 喜齐王韩信为楚王 都下批 这七个全是异姓王 没有一个是刘邦的子弟 他的部下也不封王 只封侯 侯与王差别很大 王是诸侯 对王国享有治权 侯是列侯 对封区只有财权 也就是户数定额的赋税遥逸 一般千户 最多上万 叫万户侯 侯的封土也无法与王相比 王的领地至少一郡 多至数郡 侯一般最多一县 叫县侯 其次一厢 叫厢侯 再次一庭 叫庭侯 县 厢 庭 都是郡县制的行政单位 也都由当地政府管理 侯们是不能管的 也就是说 王国之外一律郡县 这就是刘邦创造的半封建制 也叫郡国制 它跟西州天子封建诸侯 诸侯封建大夫的全封建制一样 也是政治斗争妥协的结果 那么天下安定了吗 没有 刘邦称帝几个月后 燕王赃徒就反了 以后除长沙王吴瑞外 其他武王也都反叛 或被说成反叛 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这里面真正存心造反的 只有赃徒 其他人都是被逼上梁山 甚至奉旨造反 比如张敖 张敖是赵王张尔的儿子 汉帝刘邦的女婿 鲁园公主的丈夫 他对自己的皇帝和岳父 急进臣子之中 刘邦对他却十分无礼 甚至开口就骂 这就引起了赵相冠高等人的不满 他们去见张敖 鼓动他造反 赵王张敖死活不干 急得手指头都咬出血来 冠高等人决定自己动手 并承担一切后果 汉八年冬 刘邦评判路过赵国 冠高他们便准备在博人实施谋杀 但因为刘邦突然改变形成 未遂 这起未遂谋杀案的结果 是张敖和冠高都被逮捕 冠高在狱中受尽酷刑 始终咬定赵王与此案无关 刘邦查明真相后 不但释放了张敖 而且赦免了冠高 负责调查的人遵命把这消息送到狱中 冠高问 我的王真被释放了吗 来人说 是 皇上敬重足下是条汉子 也赦免足下 冠高却说 臣之所以体无完肤 仍然苟活 就因为害怕说不清赵王的冤情 赵王出狱 臣的责任已尽 身为仁臣而赴篡逆之名 哪有脸面侍奉皇上 于是贯高自杀 张敖总算死里逃生 但同时 他也失去了王位和王国 刘邦把他贬为侯爵 赵王则换成了刘邦宠击 欺负人的儿子如意 这当然很冤 却还不是罪冤的 罪冤的是彭月 彭月根本就没想造反 只不过在刘邦御驾亲征 平息叛乱时 称病不肯从军 彭月怎么想的 不清楚 也许他确实是累了 也许他不过想保存实力 但这顶多也只能算消极代工 却被以谋反的罪名逮捕 而且刘邦不但诛灭彭月三族 还将他剁成肉酱赐给诸侯 这岂非丧心病狂 好像不是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许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